柯文哲如果没有办法面对民众党那票源的流向的时候 他可能会改变异策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一个现象 也算是灰犀牛事件当中的一个项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执着的主讲人 张有华 马英九大乔 王金平劝解 让柯文哲回心转意 那其中还有一个人是反对的 就是太后讲话 所谓的太后就是柯文哲的妈妈 柯文哲的妈妈说我儿子退让太多 众兰签的六点共识也未必要选 就是说柯妈妈的讲话 跟王金平的劝解 跟马英九的搭桥 刚刚好呈现了三个不同的景象 马英九搭桥是绝对不讲猴磕磕磕 就是依实力人则来决定一切 王金平的劝解对柯文哲是有影响 柯文哲在11月16号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 他特别讲到庙口开场 开场那一段 他说我们庙口开场就要花50万 那国民党动员一两万人就要花个1000万 那我不知道柯文哲在讲些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政治实力的话 你庙口开讲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 但是换句话说柯文哲的影响力的退潮 我发现柯文哲的影响力退潮是在10月 10月他的小退潮已经出现了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柯文哲去的地方比我讲的人都要少 我我也不选 那我只不过到地方看看 顺便发表一些看法 但是我发现我们讲的跟柯文哲讲的 是完全不一样 柯文哲他还在那边讲 一个愿景啊 这个台湾不能这样子搞下去 因为这种题目并不吸引人 柯文哲应该要讲 终结民进党 为什么我要终结他 你八年的执政贪腐 为什么他会贪腐的那么快 柯文哲讲说 他讨厌国民党更痛恨民进党 就是换句话说 那一种讲法已经不吸引人了 他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嘛 所以我在10月间 那我下乡的时候 我就慢慢感觉到 这个白朝可能退朝 因为他去的地方 像他去的那些地方都是比较热闹 我们去的地方并不热闹 但是他去的地方如此的热闹 回想很少 我还记得在高雄那一次 我跟他同一天都在高雄 他的大进场只有五分钟 我就知道惨了 为什么 我们知道的是说 所谓的大进场 2000年跟2004年 扁的500公尺走了30分钟 这个就叫大进场 如果那你搞过选举的话 你就知道他进场的方式 那有多么热烈 就是说至少 群众愿意让开一条路 让你走进来 那这个500公尺 就是说明你的人气 那事实上 这一次柯文哲在10月退朝 已经出现了不寻常的效应 所谓不寻常 就是说柯文哲慢慢转到室内 而不在室外开讲 室内当然要要那个钱 室外不一定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为什么马英九打桥 他有一个下台阶 你王金平劝解 说你至少要筹备20亿 不然的话 搞不好要到100亿 那事实上100亿没有那么多 20亿那就够 因为今年经济不景气 民进党的募款 国民党的募款 跟柯文哲的募款不如预期 小额募款是可以 可是真正的子弹 不是靠小额募款 小额募款是看人气 那那些大企业 他之所以支出 他之所以要缴政治现金 完全是看你的人气 那红袖柱当年 他会被换下来 他主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募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可以看得到 这一些现象的出现 那偏偏有三个人都在讲话 你马英九打桥 给柯文哲有一个台阶下 虽然柯文哲讲说他被突袭 那些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马英九打桥以后 柯文哲要不要下轿 这个才是重点嘛 那第二个王金平的劝决 王金平确实他点出了 选举经费 竞选总部架构 那更重要地方动员基础 这个是一个胜选的基本的能量 如果柯文哲都做不到的话 那他怎么选 那况且柯文哲的区域立委 提名十一席 这十一席都是自己去筹钱 各位就知道了吧 就是说民众党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钱 虽然他有金主 但是那个金主都是小行星 好 再回过头来 柯妈妈讲 既然你要当副手的话 那你可以不选 这个是一个变数 搞不好 十一月十八号 说侯科配 那柯文哲说 那我当时我也讲过 愿赌服输输的退选 我推荐一个副手 这个不能排除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 讲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证明 柯文哲如果没有办法 面对民众党票员的流向的时候 他可能会改选预测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一个现象 也算是灰犀牛事件当中的一个项目 他可能会被你带了 这个是人的 那个是人的 这也是人的 有点